百岁老千人 记忆观新传 谢天师德 孙孙师母大德 我们的太和道大同 今天要 下午要继续进行 我们的第八堂课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 讲的速度会快一点 我们把每一挂的最重要的 重点内涵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 好 今天下午的第一堂课 这个叫做向上 向上提升的力量 这就是生挂 那生挂要提升的是什么 它有六个层面 就像这六个窑 它上面是坤 下面是迅 坤代表地 迅代表风 从这个挂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 好比 我们讲地风生 它就好比一棵树 种在土里面 因为迅是木 五星头是木 然后坤是土 所以一棵树种在土里面 那我们一般的人 看到这样的现象 它是叫做不见其长日有所争 就是一棵树 种在土里面 你每天每天这样看 你不知道它 也感觉不到它在长 但是它每天都在长 而且它长的速度 感觉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生的 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向上提升 最好是潜移默化 这是最高的境界 太刻意的有为 有时候会得到反效果 叫做亚苗助长 那如果太懒惰 就都没有在努力 那也过犹不及 这个不得其中 所以最好是恰到好处 得其中 每天都有增长 但是不会感觉到它在增长 这是这个卦 它的卦象 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叫做最好的提升 是每天都有在增长 但是你看不出来它在增长 那个就是 有时候叫做潜移默化吧 好那为什么这个卦 比较重要 因为人的智能开花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大概开花不到10% 等于说我们有90% 是从出生到死亡 带到浮沫堆里面去 都没有用 那为什么会 10%的开花 甚至不到10% 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力 其实是非常庞大的能量 你只要开花一点点就够 就够你一辈子用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人 你看每天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漱口 有时候到赶到工资室上班 你不管开车或搭车 然后你遇到的人 讲的话也差不多是那些 然后就算你公司你所做的 可能也是你熟悉的 那回来呢 回到家下了班回到家 也差不多是吃完饭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然后一天你用到的智慧能量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都是今天跟昨天差不多 昨天又跟昨天差不多 那明天又跟今天差不多 所以我们人不能进步 就是说我们每天所用的脑力 用出来都差不多 所以一定要有办法 比如说每天每天都有进步的话 都有提升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挂要告诉我们 然后为什么说那么重要 因为未来AI时代来了 我们一定要提升不然我们会被淘汰 人会被淘汰 好那再来就是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那要提升是哪一些呢 这刚好是六个羊 白羊液帮我们做了一个规划 这里面就包括有生命的深度 广度 高度 亮度 韧度 力度 刚好六个层面的提升 六个层面的提升 如果要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人就会不断的进步 就像树木不断的高大这样子 然后最后可以避应众生 你看我们这边的树都很高大 夏天就很凉 树底下避应 避应众生就这个意思 好 那来我们先请 丽萍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手机 我们有把打交案传到大家手上 来 开始 向上提升求进步 此挂挂名声 意思为进声提升 深挂皆是向上升进之时 一当遵循金子的正道 坚持柔顺 谦逊 诚信 得到阳刚尊者的正大力量 以求向上发展的道理 重点 尽身非己是名为钱财上的提升 更重要是智慧 德性 涵养的提升 好 要学这个挂手 先观念要先调整 一般人的想法是 希望自己越来越多钱 希望自己名为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的观念这样想 有时候心想就往那边去努力 那就跟《易经》所讲的 深是不一样 《易经》讲的深的重点是 在一个人的智慧跟德性 的涵养 我们的提升 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观念 这个观念要转向 就是说 我除了其他 名为我还有更重要 会德性 要去提升 然后我们请那个 来帮我 往上推 逐渐提升 身挂挂向上 上挂为地为穷 下挂为木为风 赤木在地下 木以土为生长 土中之木可逐步成长为大树 因此 因此以身为挂灵 比起逐渐成长的意义 挂向下 逐渐渐成长的意义 上升过程的渐进式的 而不是跳跃式的 好的 生挂最重要的 它是一种渐进式 真正能够不断的进步的人 他一定是很踏实的 一步一步这样子 就像爬楼梯 每一个阶梯都要踩到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那不是一个跳跃式的 所以那一种 跳跃式的就好像亚苗助长 那个很危险 那个最后的提升 会前功尽弃 好 再过来我们 请那个 来 黄兄有没有忙读一下 这个吗 内人的 内人的 外意形 本挂的初遥为因 他依使眼镜 逐次上升 这是身挂的基本结构 身挂的上挂为坤 坤意为顺 下挂为训 而且九二阳瑶 居于下挂的中位 六五阴瑶 居于上挂的中位 这是身挂的挂像 毕竟内有 谦逊的美德 内人德 外抱柔顺的态度 外意形 好 身挂最重要的内涵 就是说一个人 要向上提升 他必须要有个修养 就是内在 要有人德之心 叫做内人德 内在呢 要有 好 我们说一个人要向上提升 有六个志 这个是自己本身要努力培养的 第一个就是 内在呢 要有 这个很大的慈悲能量跟爱心 叫做内人的 有慈悲有爱心的人 就会比较谦卑 比较谦逊 那 多为别人着想的意思 这个是内在的一种 修养 有爱心的人比较容易 被人家提升 就是变成一个干部 一个领导者 这个意思就是说 内在 要有人德 然后 外意形 外意形其实就是 儒家讲的最重要 一个君子 他要有 意义 意就是这一个 意形 意形就是 做什么事情呢 会先考虑到 对别人的好处 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 不能只想自己 应该先想到 这件事情能不能对 众人有好处 而且是正正当当的事 就是 意 而且意不容辞 努力去做 就算自己 没有得到什么收获 甚至有所损失 只要对大家有好处 我得愿意做 如果是这种人 他就是 会得到众人的喜爱 就是说 他都为大家做了很多事 这种人 展现出来也会比较柔顺 他不会跟众人对立 因为他都在为众人做好事 所以内认的外意形 这种的人格特质 最容易被提升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布袋和尚的向上提升 有一记记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变见水中田 六根青金黄围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一个诗记 他是用龙夫的插秧来做比喻 以前用手工插的时候 龙人 他是 用手工的方式 然后倒着 在田里面插秧 往后退 然后这样插插插插插 但是事实上你从 央苗的走向来看 他是不断的往前 但是从人的走向来看 他是不断的往后退 意思就是说 退步原来是向前 然后这一记记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插秧前要先把草除好 把地根好 水灌溉好 那你才能插秧 这样子你才有进步 才能提升 所以六根青金黄围道 所以这个退步就是一种 以退为进 柔顺 身挂里头也有讲到 这样的内涵 好我们 这个挂的六个面向 六个面向 这个就是 我们六个瑶要谈的 来 我们这个就请大家 一起来读一下 来 嗯 神话 开发 神力全能的流向度 神力的神度 来自道德涵量 神力的广度 来自广洁善缘 神力的高度 来自仓务真理 神力的亮度 来自第三部秀 神力的热度 来自天强地力 神力的力度 来自真诚远利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六个瑶 是怎么样子帮我们提升这 这 这六个 这六个面向 那 在谈这个之前 我们先把 白杨义的挂词读一下 先来了解白杨义的挂词 再讲什么 来一起再读一下 好 这个挂最重要的是前面那四个字 刚中而印 其实 整个深挂的内涵 就像白杨义经每一挂 它的第一个瑶 就像杯子的盖子 那这个挂就是 最重要的 就是那四个字 叫做刚中而印 这个刚中代表我们是一个有 有道德坚持 有一个内在修养的人 然后是很坚定的 不会随便放弃自己的 那个君子的修养 君子的正道 叫做刚中 但是这种人呢 有个特征就是 他其实是很随和的 他可以跟任何人都相应 所以刚中而印 这个是白杨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培养出这种人格特质 就比较容易处处逢源 处处提升 就是跟人的相应 所以这个人与人的相应 这个是我们这一挂首先要学的 广洁善言的意思就是跟人的相应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跟周遭的人 我们跟前贤 我们跟我们家人是不是都很相应 还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的人缘不好 我们的各方面 好像跟人的相应度不够 那常常跟人不是相应 而是相对立 相对立就会有厌对 一有厌对 自己也会受伤害 别人也会受伤害 自己不愉快 别人也不愉快 那负能量就会无形中在周遭增长 相应的话就不一样 相应就是正能量在无形中不断的增长 所以这个刚中文印是这一个挂最重要的 也是白羊身挂最重要的 我们要先修炼的 修炼的 那再来他提到一个原则 就是积少以高其他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挂像 一棵树种在土里面 然后它是不断不断的成长 不可能跳跃式的 所以你要积少于高其大 要很踏实的意思 身挂心这样子 再过来金子胜修以德 意思就是说人向上提升 不是只有钱财名位 是要有德性的提升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们很重视修这个德 德性的增长 然后人贤积之 就是说我们交朋友要很小心 宜有辅人的道理 所以人贤积之 就是说这个人 你跟他交往 对你德性的增长有帮助 那这个人叫做 人贤 叫做宜有辅人 人贤积之 另外呢 向上提升呢 也需要有智责以摩 智责以摩就是你要有 要用你的智慧了 要好好的有一个魔化 然后各方面来提升 不是只是重视表象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物质的上面的提升 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些都不是易经要告诉我们的 那终究来讲 我们借着提升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民理 达理民意 所以这个是白洋意 跟我们讲的 重点就在前面 第一个谣 刚中而硬 那个相应度的意思 好来我们请丽萍来 帮我们读一下整个内涵 人行一生 以为有德的君子 努力提升德性的涵养 恋人德外应行 刚中而硬 循序渐进 积少以高其大 向上提升的过程 由因甚修以德 亲近人贤 以智慧来谋化 一切以达理民意为要 以此来提升生命的深度 广度 高度 亮度 韧度 力度 好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六个 这六个 学习 与人相处 这是第一个谣 叫做广度 另外学习谦信 用谦信来修德 这个可以提升生命的高度 这九二谣 这第二个谣 其实 第二个谣就是在讲 第一道极数方位高 然后它的重点在德 在修德 第一个挂的重点 在第一个谣的 重点在相应 第二个在修德 要修德 第三 第三要靠累积人心德望 向上提升 这叫生命的亮度 所以第三是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那种人心德望够不够 第四是学习水的德性 这个是顺利提升最好的一种学习 要有水的德性 第五呢 韧度指的是 要能够有中道 中庸 过以不及都不好 中庸就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比较能够 展现那个生命的韧度 太刚强 跟太柔弱 有时候都没办法撑得太久 就恰到好处 那个韧度就是你 生命力的展现 能够撑得很久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力度 力度就是 自能有三达德 这个叫做行动力 行动力就是我们的愿力 真诚的力量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这六个谣要告诉我们什么了 好 那我们来请那个 习姐来帮我们读一下吧 来 学习与人相应德 与向上提升广度 初六 允生大起 百亿 刚中有印 刚中而印 刚中而印 与人的相应来拓展广度 人行义生谋行之 从得义大可应灵 因诚信而被允许向上进升 可大获吉祥 以内人的耳外运行来相应对 来应对 学习与人相应 得允许而向上提升 好 刚讲了 第一个谣 其实它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经营 然后重点在相应 你要跟人能够相应 这个有时候需要学习 有时候我们讲说年轻人酷酷的 酷酷的就是说跟人相应度很差 都不太理人这样子 也不会打招呼 相反如果一个人 他很有礼貌 很会跟人家打招呼 尤其年轻人 他会得到长辈的喜爱 不管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人最容易被人家提升 因为他跟人很相应 在一个公司里头也一样 所以这里的隐身 这个隐是允许 允许是绝对不是自己允许自己 而是别人允许 允许他提升 所以这个既然是别人允许 为什么他会允许 因为他跟他很相应 尤其在道场 有些人很努力 很怕别人 每天每天这样努力 披星待月 但是因为前嫌不了解 所以他跟前嫌不太相应 尽管他再努力 可能晋升的机会也不多 为什么 因为他跟前嫌相应不好 所以还是要注意跟上面下面 平背之间的相应 就是人严关系的经营很重要 所谓的相应就是说 至少我们能够一起配合办事 或者是至少我们有常常对话 至少我们谈起话来很可乐 至少我们的观念可以沟通 就是说我跟你之间不要 讲个一句两句就冲突了 或者说讲起来都难言北策 鸡同鸭讲 至少我们可以沟通 至少我们可以配合办事 至少我有困难的时候 他知道他就会来帮忙 他有困难的时候我知道 马上就帮忙 这种就是相应 相应很重要 那我们白杨义是补充说 刚中 你要跟人相应 不是做一个烂好人 然后相怨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那一种 而是自己要有一个道德标准 有一个仁德的内心 然后这个不要改变 不改变的意思就是刚很刚强 我就是要这样子 我的即使牺牲性命 我也要坚持我的诚信 这样子 不管用多少钱来给我收买 我就是要守这个义 不义之财我觉得比较好那种很刚强 让人收买不来 那种刚中 这个人有内在的一种 道德的能量很强 这种人又能够跟人相应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 他可以获得提升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多 这是第一个谣 我们要知道的 好再过来第二个谣 来我们请那个明月来帮我读一下 来麦克风在那里 神聚天序以修德 可向上平衔高度 九二 如乃利用日月 如秋 白亿 居少以高大 自神明离以道居 信以通 其真而正 用俱天的诚信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谦序 已将有利 无没有破坏 因真诚感动而得 而得以向上提升 好 这里 第二个谣 你看他第一个字 就是福 福就是诚信的意思 这个整部疫情从头到尾 你只要看到这个字 那就是代表诚信 那福乃利用月 月就是祭典活动 用我们道场的话来讲 就是你宪贡 请坛 开班 扣手 这个都是月 好 那我们就利用这种祭典 庆典的时候来展现 展现那份真诚 无救 就比较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意思就是说比较容易提升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的重点就在成 就是说一个人 只要你能够展现你的真诚 你就很容易被提升 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并没有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成 为什么能够让人提升 而且成该怎么做 那我们白洋义呢 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真诚需要时间的累积 有时候你对人的那份诚心 不可以十有所失误 要让人感觉你从头到尾 就是那么诚信 那么真诚 因为他需要一点时间 叫做积少 一高其大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像一棵树种在土里面 他慢慢慢慢长这样子 要不见其长日有所振 他需要一点时间来经营 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真诚 他做的事 我们可以放心 那我交付给他的事 他都会做得非常好 而且不会说自己私底下留一些 老板叫他去收钱 收回来的钱 可能实际收的跟老板拿到的不一样 就是这种人呢 人家不会放心 因为他不够诚 不够真诚 那有一种人呢 是你交办给他事情 那你可以很放心的 他一定呢 非常真实的来给你呈现你所的 那个真诚 你可以 比如说 你开一个店 那你找一个店员来管理 那这个 因为人不多 你只有一个人 一个老板 一个店长 那你 你也不好再请个会计师来旁边管账 那你只能信任他 那这种信任是老板 他必须要找一个他可以信任 那他要怎么找一个可以信任 就是看这个字叫做诚 有没有那一份自诚 一个人 待人接物有那份真诚 他就比较不会 私底下放一些钱 自己留着自己的 对 好 那 白羊义呢 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 一个人的诚信谦逊 他是可以展现一个人的那种生命的高度 那 那因为真诚谦逊 对我们来讲 反而有提升的机会 就是说 一个人越谦卑 越真诚 那他在老板的心中 是提升起来当干部的 好的对象 任何人 你这个情况走到哪里都一样 人家喜欢这种 因为他可以信赖 那 好 所以 基少于靠吉他 就是告诉我们 要有那份真诚 好 再过来 我们请 来 黄兄 靠累积人心得望 而向上提升 亮度 九三 生虚义 白义 君子圣修以德 德光万发 本末不予 以道行 立修德高 至真情 坚持君子的正道 而上升 就像进入空虚的诚意 一样通畅 一样通畅无主 因具有德望 所以晋升得很顺利通畅 好 第一个谣是重视相应 跟人与人的人际关系 第二个谣 是重视我们个人的真诚 给人的感受 那第三个谣 就是在讲那个给人的感受 人心得望 很重要 因为 你要向上提升 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那个是一个团体 比如说我们这一群人 十个八个 或是几十个 那你要 要提拔干部 那个是关系到整体的 上上下下都有关系的 所以他会很在意 这个人在众人 心中的评价 他可能会问 如果是个老板 那下面这么多员工 我要提拔一些干部 那我可能会打探一下 这个人在众人的同事当中 对这个人的看法 还有 当然他的能力 才华一定会考虑 这个也会 但是呢 人心得望 可能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键 如果说 我们在提拔人的时候 只看他的才华能力 不管他跟人相处之后 人家对他的看法 有些主管 下面的员工就一肚子艳远 因为觉得这个老板做得很差 那个人心得望很糟糕 那但是为了 这个钱没办法 为了生活 但是如果今天很多人 可以挑的时候 你要向上提升 要能够很顺利的向上提升 那个深蜥蜴 意思就是说蜥蜴就是空城 就好像你进入空城很容易 没有阻挡 就是没有什么阻挡 通畅无阻 这种人通常都是人心得望很高的人 打个比方来讲 如果这个人在众人当中被提升之后 大家视力下讲说 跌破专家眼镜 没有人想到 那通常这个人 在大家的心目中 并不是人心得望很高的人 如果这个人被提拔之后 然后大家就说 果然 一如大家所料 大家鼓掌叫好 没有人怀疑 怀疑说 那这个人怎么会上去 人心得望很好 大家都希望他上去 那果然上去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也叫做生命的亮度 我们上次在谈这个生命亮度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的观念有时候要转一下 我们不要太在意 我们自己对别人的看法 因为那样 会影响到 我们 这个 变成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叫做偏见 用偏见 来看人 有时候就会影响到人 的评价 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人 自己对别人的看法 而是要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 大家对我的看法 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问问 问一些比较会说真话的人 到底大家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有时候你参考参考 你就会有所改进 这个就是在累积那种人心得望 也是在累积生命的亮度 生命的亮度代表说 大家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 这样 那几乎没什么好批评的 那代表亮度很高 那这样子你要被提升 那就很容易了 所以人来到第三遥就是要培养生命的亮度 那培养生命的亮度呢 当然要靠人心得望 得就是多做一些好事 所以这个是第三遥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遥 培养生命的亮度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遥 你们要不要帮忙读一下 来 树叶来帮忙读一下 没关系 树叶来帮忙读一下 可以顺利提升深度 六四 王又生以其善 亨以其善 亨以其善 吉不久 而易人贤其之 道兽充 道充不用 道充不用 充不允 行顺兴修赋生 得到君王信任 就像君王让他在其善待行 想识 想识之事吉祥 学习水的德性 千和低下 从封城不坚 最可以顺利提升 好 谢谢 我们先讲一下 他这个传统《易经六四遥》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文王 他有一次 因为文王他们的起 起源地就在祈山 所以他们每年要去做重要的祭典 在祈山 世纪了 西旗了 有一年他就让武王去代行 这个祭祀的事 文王自己没有去 于是大家看在眼里就知道说 武王就是将来要继承文王 不然这么重要的祭典 怎么可能会找他 就像有一年 台湾 我们台湾 那时候 金国先生当行政院院长 那蒋总统当总统 就老总统当总统 后来我们发现 老总统很多事都不管了 都交给他去做了 那大概我们就会知道了 可能接下来就是金国先生要接棒了 因为我们看他做了事 就可以知道 那这个是集无咎 就是讲说 那他提升应该没什么阻碍 然后白羊义是在解释 为什么武王 而不是别人 为什么金国先生而不是别人 他里面讲到倒冲而用 这四个字是重点 倒冲 那个冲就是三点水在一个中 这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知道茶叶要泡开来 他需要热开水一冲 把它泡开来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人的德性 有时候也需要水 学习水的德性 就像我是一个干干的茶叶 要发挥茶香 我也需要借水 也需要热水 人也一样 人要把你 那个美好的本质发挥出来 你就像一个茶叶 然后你呢 学习水的德性 就像用热水来冲你的这个茶叶 就会把它扩散出来 整杯茶就很香 茶叶 泡葱泡出来 泡出来 那所以这里面需要有水 水的德性 所以倒冲而用 就是说武王 他在文王在的时候 他充分发挥水德 文王叫他带兵去打仗 那他得到战功 其实都不敢鞠躬 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道场 感谢前贤给我们行功了愿的机会 一切都是天论时的 都是上天的 我们只是来了愿 不敢鞠躬 这就是水的德性 功臣不拘嘛 所以 因为武王有这样的修养 他千和低下功臣不积 这种人反而容易被提升 被提升 就是说因为他不积功 他不会争这个功劳 有时候一个领导者 他要提拔后进 要提拔继承者 我们说在道场 那 跟外面不一样 外面也许 大家真的头破血流 最后最强的人 起来 但是这种通常都不能长久 要用德性 要像水一样的德性 功臣不拘的人 就是不会在乎这个 不会去跟人家争的人 那反而容易出现 容易被提拔 因为他的修养 他的千和 来当领导者的时候 他有足够的智慧跟千和 这种人是很难得的 就是说他的才华能力也够 他又有很好的修养 又不拘功 功臣不拘 又很千和低下 这种人呢 在众人当中 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就被提升的机会 当然就非常大 好 那我们再来 慧玲来帮忙读一下 同义民旅行中庸 引力提升任路 六五 征集身兼 白义智者以谋 从义民离者为贤 君子过少 行中庸 君子的诚信正道不便 可获吉祥 必获 必能获君王的信赖 以言接而上 步步高升 坚持君子的正道不便 既小心谋划 谨慎 谨慎行事 因而获得提升 好 第五个谣是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说 这个人很有智慧 然后呢 他的提升非常的快 步步高升 因为他把握了机会 自责以谋 大家不用来讲 这个年轻人来到这个公司 刚好这个公司摇摇欲坠 业绩一直掉 一直掉 一直掉 快要关门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来了 年轻人因为很有这方面的才华能力 刚好这个公司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需要有这种人来贡献他的才华能力 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他要展现他的才华的时候 他跟一些年高得少的人 这之间难免会有隐约的当中有一种 这个守旧的力量跟心的力量之间的抗亏 所以这个六五是在讲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随着年资的增长 德性的增长 慢慢慢慢再到达那个位置 这样子叫做日有所争 就是说就像树种在土里面 然后你没有看到他增长 对不对 但是他是有所长 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慢慢 你到了六十岁 五十五岁 然后领了最高的天资 那前面从十五六岁就进入道场 然后到五十五岁 六十五岁 那已经是经过几十年了 而且道场历练这么久 最后当了天资 这种这种就是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树种在土里面慢慢增长 但是呢 突然也有一种情况 这个太年轻了但是太有才华能力 刚好需要他 然后他规划出来的事情 一做果然有效 哇这个公司起死回生 业绩开始增长 如果没做成功 当然他没机会 一做成功那不得了了 这个公司 这个团体 因为这个人 有了很大的向上体身 那你这个人一定会变成上面老板的红人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可能考验锻炼就会很多 就像历史上的那个假仪 写过情论的那个假仪 文章写的超好的 才华能力一级棒 但是因为太年轻提升的太快 那考验锻炼很多 最后他通不过那个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官场的文化 那种考验磨炼 所以很可惜很年轻就走了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生命的韧度 有时候是在这种情况下展现出来 他是要考验的 升阶代表说你的晋升太快了 太顺了 因为你刚好把握到一个机会 增集 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集代表好事情 那给你掌握到了 然后你就升阶 你升得很快 有一天如果我们升得很快的时候 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慢慢慢慢绳长上来的 我们是空降部队的 空降部队人心得望都没有 慢慢累积 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如果我们累积的人心得望之后 再来提升 就会比较轻松了 所以各有各有各的那个 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属于那种空降的 快速提升的 那你要用中庸 中庸就是 要精止过少行中庸 恰到好处 而且要不断的改正自己的过错 然后要谦卑的意思 从理民意 要自责而已 这些都要小心 因为这个都是在锻炼 人和 要锻炼好 对上面的 那些老一辈的要尊敬 你不见得要听他的 因为他们的观念是比较旧的 但是你要尊敬 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人如果提升的太怪 我们的人和 各方面都是一种考验锻炼 那个叫认度 好 最后是力度的问题 来我们请立平 嗯 以至人有三达德来提升自我 力度 上六明身 利于不习知真 白意 达理明意 诚信达仪 智永仁 仁君 得姬柔刚御 近身已至极点 有昏明而不知其 所以身之下 当已囚禁不以之心 失于尽得修业之事 靠自己的努力 八大愿力 才有继续提升的力量 好 第六个窑 因为它是最上面一个窑 所以代表说 已经来到生无可生的地步 世间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像你是公务人员 你的薪水的位阶到一个 到一个地步 然后就停住了 那就不会再上去了 因为它说你已经到了 顶点 到了天花板 已经没有了 人世间的事 提升有可能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白意 告诉我们说 其实 禁止修得的事 是没有停止的 而且没有顶点的 它是不断不断的 要去提升 好 就尽得修业 可以不断的努力了 不过因为退休了 已经没有生无可生了 那是看你的愿力了 好 就是说 愿力当然来自自人永三达德 那个力度 力度 那 看我们的真诚 那个力度有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呢 诚信 达宜 智人永 这个力度啊 还要能够真正用在 我们的 啊 所谓的 晋得修业 就是智人永 诚信 这种晋得修业上 那这样的努力啊 对我们的提升 就无止尽 那一般的 提升叫做民生 民生就是已经来到顶点了 生无可生 世间的名位啊 有可能生无可生 那 那 我们 道场所讲的 晋得修业的提升 圣人所讲的 德性的提升 没有止尽 这个要主要是告诉我们 这样子 所以 这个 第六摇的重点 就是我们那个行动力 那个愿力啊 不能没有 一定要守好 好 那 我们 这六个摇 就是刚刚好 相应于我们六个层面 哇 这个旁边看不到 我来把它调一下 好 我们这样子来看好了 这样子来看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 第一个摇 我们看到这个性中性就是刚中而硬 所以第一个摇告诉我们说 哎 我们要向上提升 要学习跟人的相应 这样子拓展人际关系 叫做生命的广度 那这个一定要学习 有些人 虽然 很随和 但是呢 他没有一个原则 好 那也不叫相应 相应是要跟人能够 不只是合得来 而且可以共识 而且可以相互关怀 人家愿意帮助你 愿意帮助人 很多很多啦 这种相应都要学习 再过来第二个 积少与高其大 这个是代表一个人的那一份真诚 还有谦卑 这个是向上提升 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因为低到极处方位高 这个生命的深度 再来亮度 这个是一个人的人心得望 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 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要在意的是 人家对我们的看法 那我的人心得望够不够 这样 而不是说 我对别人的看法 都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讲这个讲那个 那忘了别人怎么讲自己 那再过来是 就是人行机之讲的是水的德性 就是说 我们讲 生命的高度是要从 低处来涵养 所以说低到极处方位高 生命的高度呢 其实 不一定是高高在上那个意思 而是说 崇高 让人尊敬的诚 就是一个人他很容易让人尊敬 就代表他很有生命的那种高尚的那种 崇高的那种高度 那韧度呢就是 当我们的晋升太快了 深阶 沿阶 一阶一阶上 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锻炼考验 来培养韧度 没关系 行中优 恰到好处 那第六个呢 讲的是力度 力度是来自于我们的愿力 愿力是那一份尘 展现的 尘的内涵就是自人勇 所以那个力度的培养 好 这六个面向 在这六个窑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启示 那以后每一个君子人都应该在这六个层面 有向上提升 这样才有办法 在未来 未来我们说这个AI的时代 自己各方面的提升很重要 好 我们这堂课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 再来继续进行 好 谢谢